外国自媒体又该喜欢这个了 海外自媒体肯定喜欢 女子打车被婆家罚贵 有无神经病都不该如此吓唬 说是被婆家罚贵 说这个女子参加为奶奶的葬礼 没赶上客车花了八十元打车回家 被罚贵罚跑步 说是女子为精神病人 婆家不是虐待是吓唬她 家人已向女子及妻娘家人 道歉还写了保证书 坐客车回家只需要十二元 打车花了八十元 然后呢对于农村家庭来说 本是可以节省的费用 然后情理上她是无奈之下打车 然后说这个这样子不太好 什么之类的 然后这镇值班人员 唱她发病了不吓唬支不住她 但是别人说以精神疾病为由 提及家人的罪 责罚行为推妥 就是更无合理之处 相反这女子若有精神疾病 更需对她多加体谅关爱 不应动辄体罚刺激 明显侵犯了该女子的人格尊严 当地妇联工作人员所说 出于何种目的 婆家对女子罚贵罚跑 肯定是不对的 这玩意中的男人 三好 老板 老板 凉 好 好 感谢观看